你 你不是还欠大姐夫一屁股债 你 怎么可以去玩呢 你哪来的钱你说 行 我就是想快点的 把大姐夫这个钱还上嘛 所以我就 我就 把公司的工程款 挪过来用了 用公司的钱呢 是 那是挪用工款呢 你拿了多少钱 你拿了多少钱 三万呢 后 后面还有一个零吗 三十万 三十万呢 这么大一笔钱 你要是还不出来 是要吃官司的 你 你怎么这么糊涂 这么糊涂啊 爸 知道了 先生 我就是想让你早一点过上 这个舒舒服服的日子嘛 但我也 我也不想这样的 是吧 所以我现在过来告诉你就是 出去躲一段时间 看看能不能搞点钱回来 你好好照顾自己 我真的不放心了 那你 我走了 就 就不能再想想办法吧 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 要想把这个窟窿堵上的话 那除非 除非老天爷 掉下一笔钱 砸在我的脑袋上 让我去玩玩七五 尽快地把这个本翻过来 要有钱 就能翻本 你肯定能翻本 关键是得有钱 老婆 你 你手里有钱啊 我哪儿还有钱呢 就是 老婆 我跟你讲啊 只要现在有钱 那都是一线机会 这个大盘 我已经研究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真真切切了 已经连续跌了好几天了 应该立马就会反弹的 只要现在有钱 进去补操 不出三天 我保证连本带利 都给你赚回来 三天 可是 这个股票 和那个什么期货 哪儿能说得准呢 行 咱就现在跟你讲 你也不信的 再说你也没钱 你要有钱的话 就自己留着 文慧啊 我 我不在的这段日子 你就千万别委屈了自己 你 我这一走啊 总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就让我自生自灭吧 我走了 我 我有钱 你要是肯定能翻本 我有钱 老婆 你 这 这 这有钱 你在家啊 文慧 大姐夫 请进 你脸色怎么不好 怎么了 我 没事 可能头有点痛 我倒水给你喝啊 文慧 你别忙了 我啊 你别忙了 文慧 你听我说 我来我就想告诉你啊 那个 钟明这些日子在炒期货 你知道吗 踏着关键要钱你可千万别给他 听见没有 我按理说 这是你们两口子的事 我不便插嘴 我是担心你啊 你耳根得软 任东明那小子要是犯起魂来 什么事都干不出来 他就吃定你这个性子了 你知道炒期货是什么吗 那非常专业的 而且风险非常大 弄跑会倾家荡产的 知道吗 所以你心里得有个数 听见没有 要钱千万别给的啊 那非常专业的 而且风险非常大 而且你那个没事你劝劝钟明 别总做那一夜暴富的事 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 我给你提个醒 我走了啊 对了 你要是有什么事你就给我打电话 别自己看着 好了 大姐夫 其实 我已经把钱给他了 文慧 文慧我就 我就晚来一步你怎么就 你给他多少钱啊 我把公司的营业款给他 他说他拿去肯定能翻本 文慧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啊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你挪用供款哪 你可真是的 你让我怎么说 赶快打电话找他 我 我打了 但他手机都关机 你可真行啊文慧 你这是犯罪的你知道吗 没事你先别哭别哭 没事 真是关机 这孩子这 会不会是他手机没电了 你行啦别再天真啦 还手机没电了 我找他去 大姐夫 我也去 周明 怎么会 周明明跟我说 他跟我说 他明明 别着急 现在修饰他不在这儿也正常 你回家吧 说不定他会回家呢 他不会回去的 他要是赚了钱 早就打电话给我了 文慧 别急现在事出了呢 咱们就想办法 好不好 这样你回家 我去找他好不好 那我拜托你 大姐夫 那我拜托你 你一定要找到他 你一定要找到他 我一定要找他 你要不 你要不然 我一定会的 我一定会找到他 好 先回家吧 好 走了 大姐夫 您 你说 周明他 他会不会真的 就不管我的死祸 就这样跑了 那也不会 大胖 让弟兄们都留意点 尤其是火车站跟汽车站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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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 你在哪儿呢 你就这么丢下我不管了吗 老公 你快点回家了 有什么事我们两个一起待 你不要扔下我 你不要扔下我 这个家需要你 没你我怎么活呀 你在哪儿呢 你是不是把我给你图款 直接负了工程款 从头到尾 你就没想过要去翻门 那些话都是骗我的事吗 你说话呀 你就任期不管我怎么活了 陈仲明 你混蛋 老婆 老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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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也好 至少我们俩有一个没事 老婆 我知道这次 真的是我对不起你 我也不想这样的 可 我没别的办法呢 我不能坐牢了 坐牢这辈子就完了 你不一样 你有妹妹 还有妈 大姐夫 都会帮你的呀 大姐夫 你还好意思说 你还欠人家一屁股债呢 你忘了 好 任总理 你要上哪儿去 干啥 来这儿干啥来了 说来这儿干嘛去 你想干嘛去 想 不想干嘛 那你来这儿干嘛 想跑是不是 大姐夫 你不管怎么想 这是我跟文慧之间的事情 也轮不到您管 少放屁 你还知道你们是夫妻啊 你还知道你是个男人吗 男人做事就在男人扛 你让女人扛你什么本事 大姐夫 我不走不行的 我那个钱全都让我赔掉了 除了公司的钱之外 我在外面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务 我不走就死路一条啊 你瞧那个熊样子 你跑了 文慧怎么办 我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呢 反正大姐夫 你就当今天没没看到我 好 好的吧 你就当我是个屁 把我给放了 回家 你不能回去大姐夫 你必须回去 有什么事跟我回去说 走 我真的不能回去大姐夫 走 我真的不能走啊大姐夫 大姐夫 你必须走去大姐夫 你们别别办法上去啊 打 打人了 打人了 票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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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人 打我失败了 票票票票票票 什么票票票 我不是票票票票 别动 我跟你说 他有事他要逃跑 让开花我没事 对 让开花我没事 王八蛋 他就是存心 la我去点被 乖来乖去 都是我自己瞎了眼 嫁错人 也是我自己杀 自己笨 没男人三言两语的 就骗得晕头晕脑脱 我杀了当时我自己活该 这个人种名言这种事情 都把错出来 简直就是太混蛋了 这些事情还做 我真是没想到 你说她平时做的这些事情 也就算了 现在连自己的老婆 都算之上了 文慧啊 这么糟糕的 这么不负责任的男人 怎么是让你给碰上 老婆 老婆 事情既然已经在了 也没办法 别难过 有妈妈在 我会帮你一起想办法 把钱还了 妈 对不起 都是我没用 二姐 这事情根本不愿意 是那个坏男人在利用你 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呢 那个文慧 你别伤心 大姐夫会帮你想办法的 这个坎肯定能过得去的 好 是 现在管真是要凑钱 赶紧把钱凑 能凑多少是多少 把她还掉一顶 总之到这样了 你说我多拍那几幅画多好呢 管她谁买呢 事情都这样了 后会有什么用 你把这房子卖了吧 不行 这房子贷款还没有还清楚呢 真是想逼死心意 妈 你们都别发愁了 我真的不想连累家里的人 我自己做的事 我自己承担责任 我去坐牢 什么 你去坐牢 弄 弄脑子与毛病啊 年轻轻地去坐牢 人家知道了 你这辈子就坏了 那该怎么办 没事 没事 放心吧 有你姐夫在呢 他现在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 天塌下来 他也会帮着顶的 你大姐夫不会让你坐牢的 少海昂 我 妈说得对 放心吧 大姐夫一定会有办法的 谁啊 这 这 不会是公安局吧 这么快 抓人来 莉莉 不 婉婉 来 让她随便抖抖 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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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 你不注意的吗 妈 妈 先别慌 别自己吓唬自己 我先探会儿看怎么回事啊 别 别 这 妈 没事 是事躲不过的 谁啊 你好 没事吗 你找谁啊 你好 我是丁总的秘书 有事吗 丁总是何先生的朋友 我受丁总所托 将东西交给何兆海先生 什么东西啊 您看我就知道了 不打扰你们了 再见 好 再见啊 谁呢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丁总 都按您的吩咐办好了 那就好 arda י 装盖 我说你刚才好像有把握的样子 原来你早就决定幸福帮忙了 没用啊 怎么没用啊 这钱摆着那儿呢 可我奇怪了 你不是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呢 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的 我真没有 我打个电话 好 咱们先别管其他了 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 二姐 把钱还事再说 快去吧 快拉起来 周明没关的 快拉起来 拉起来 任周明找我借钱 钱我当然不可能借给他 不过我找人打听了一下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你肯定记坏了 希望我能帮得上你们好吗 你真是帮了我们家大忙啊 这样 这个钱算我借你了 明天我去给你打借条 朋友之间有必要那么客气吗 不不不 小皮 是你还愿意把我当成朋友 再见 好 再见 妈 正海 电 电话打了 打过了 是任周明到新 到丁小姐那儿去借钱 人家不放心派个人调查了一下 才知道家里出事了 这 这丁小姐其实人好像也还是蛮好的 真是多亏了她了 什么时候请人家到家里来吃个饭吧 不过这个钱算是我借的 妈 赶快让文汇把这个钱 换到单位账上去吧 好 正海 谢谢你啊 妈 看见歪了 再多加个人 妈 曾经 好 旗国人 她呢 我也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家里一家 要喝点咖啡 茶还是果汁 不用忙了 那个 我说完事就走了 这是接条 我写好了 你看看 我代表我们全家 感谢你 朋友之间 有必要分得这么清楚吗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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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 你肯把这个钱借我 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真的 你用得着跟我这么客气吗 就算你不想把我当成朋友 也用不着这样 拒人一千里之外吧 没有 没有 但是 这 这钱的事还得算清楚的 你想把钱算清楚是吗 好啊 那算吧 最好 把利息也加上 对 应该 应该 我 绿细 绿细 这个撕了可以再写吗 你有纸吗 你到底想来干什么 我 这么久没见面了 好不容易见我一次 你就知道跟我算钱 难道我们之间除了钱之外 就没有别的话题可谈吗 我就那么让你讨厌吗 就算普通朋友 也应该有着起码的尊重吧 不是 你别生气啊 你看你说这话说的 我 我上一次 我 我上一次 不都把态度表明了吗 真的别勉强吧 我们 最起码还是朋友 如果以后你遇见什么事 我还可以帮你的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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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明白了 看来我们之间 真的没什么可聊 你不是要写接条吗 你不是要写接条吗 写吧 写写清楚 写完以后 交给秘书就行 我要去开会了 那我到外边去 不打扰了 目前我们中天最重要的案子 就是拿下新业里地块 策划铺的预测报告要尽快完成 我自己本人会亲自根据目标 另外我们中天的大股东 翟远山先生 会派专门的负责人 和我们公司合作 他会常驻我们公司 亲自指挥重要项目 各部门还有什么意见吗 好 妈 没事了 我自己进去就行了 不行 怎么可以啊 你 你这件事情 把妈的半条命已经去掉了 你要是这包钱再出了事 妈的一条命就去掉了 你跟公司说过没有 我跟公司说过了 说钱会晚一天进银行 不知道会不会开除啊 现在哪儿管得了那么多 不坐牢啊 就老天保佑了 我先进去了 我这个女儿真是命苦 怎么看着这么一个讨债回男的 国贵 等会儿 我妈跟你一起 快快快 这是这几年房产投资回报利率表 你看一看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下一步 有几个项目要跟中天合作 我想派你过去 我去不太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啊 之前你跟馨如 就不是有那个成功的合作案例 你们两个知根知底 这样沟通起来不会有问题的 你是故意把我派过去的 反正你是最佳人选了 中天需要你 去不去 去 而且必须去 其实做生意呢 就跟做人一样 商场上如果你重朋友的话 将来这个生意才能做大做强做得久 好 那这次这个项目对你来讲 算是一次考验跟历练 可得给我长个恋 给自己争口气 我明白 好 您好 您好 张远山先生来了吗 来了吧 好 好 你儿姐这两天 瘦得都不像样子了 胃口也不开 把对方家让他开开尾 这青菜馅里得他最要吃 妈 昨天晚上大半夜 我二姐还在那儿哭呢 哭 挺难受的心理 王汇本来就老实 再碰到这种事 我真怕她想不开 这任钟明真不是个东西 怎么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她这样 要是能知道 打死我都不会介绍给你二姐 这么不要脸 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一个一个地接着做 她就认为你二姐好欺负 妈 你小点声 你让我二姐听见一会儿又要伤心了 现在什么事都没出 所以不是已经很好了吗 这是不幸充的万幸了 爹亲娘亲不如前亲啊 关键时刻 还是人家有钱人出手相助 什么有钱人 有钱人怎么了 有钱人就能把我妈给打倒了 那你觉得我还能站得住啊 你怎么出手 我妈这次呀 是拿人家的钱手软呢 以前我看这个定性如啊 横竖不顺眼 千行百计的 要阻止她跟你一大姐夫来往 现在完了 没话说了吧 闭嘴吧 什么都说不了 什么什么说不了 该说就得说 该管了还得管 这 这点钱算什么呀 有钱怎么了 这点钱就能把我妈给收买啊 根本不能 苏莉莉 你激动什么呀 有你什么事啊 我清清楚楚地 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啊 就算丁星如和你大姐夫 不会有什么事 那也没你什么事 你老妈做事情 也是有原则的 她们两个人 现在嘛 可可把鱼子哭一碗 至于以后 以后以后再说了 太分了我妈的烦死了 我也不想再操心你了 随便随便随便 随便随便 以后以后他们随便 妈 这就对了 你让我们小年轻人婚姻自主 你干吗还操那么多心啊 操那么多心对身体还不好呢 你就应该高高兴兴地 快快乐乐地生活 对不对 对 你什么意思 你想温水墨浴是不是 你想成出造反是不是 我现在倒很希望他们俩能成 他们俩成的话 你就一边凉快去了 没你什么事了 我就不用操心了 他们俩成什么成啊 就他们俩 配吗 我跟你说咱俩有待遇 我没法没 没法说 我真的忘了 早点回来啊 特别尼二姐 我去 小姐夫 你回来吃饭吗 妈煲了你最爱吃的 鸡菜笑的馄饨呢 不了 那个我在加班呢 你们吃吧 喂 馨如 今天周末一起吃个饭吧 今天没空给加班 干吗怎么拼命呢 丁大小姐想当最佳老板吗 跟谁一起加班呢 没谁就加班 这么有吸引力 听上去 斗志昂扬的 不对 不仅仅是斗志昂扬 还有那种 情窦初开的意思 瞎说什么呢你 丁总会不会金屋藏胶 藏着那个何兆海啊 是不是被我说中了 什么说中不说中的 人家是代表 宅伯伯公司跟我们合作 谈公事呢 瞎猜什么呀你 听你那个语调 整个一心虚 要不要我录下放给你听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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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你消瓶了 挂了啊 别 我还没收 别说话就话 何兆海 怎么和翟远山在一起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歇会儿吧 我们叫点东西吃 楼下新开了个日本料理 生意盖挺不错的 我不是都是生冷的东西吗 这对胃不好 你不是有胃病吗 点点面试吧 面试不是暖胃吗 暖暖和和的 看不出来啊 原来你还挺关心我的 朋友嘛 这关心一下 这怎么了应该的 你就承认一下 你关心我怎么了 为什么我要说一句 你马上要顶一句 马上做出一副 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你不累啊 我看着都累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回到 从前的样子 我真的很怀念 那个时候你到我家里做饭 我们一起吃饭聊天 当然 这些事情 你可能早就忘了 怎么回呢 怎么回呢 那时候你把家里弄得一团糟 还酷皮子 我不是跟你说 先吃饭 把肚子填饱了再说嘛 原来你都还记得 我以为 你早就给忘了呢 再来 而别忘了 去吧 来小姐 成荏 冯飞 见你一面太不容易了 要过五关 斩六将 孝孝 你看 你看你 还是跟以前一样 都该个性浮浮活活的 见我 跟你不难 现在不是就见到我了 怎么 就让我这样站着 坐 坐 坐 还是记忆中那个样 老辣 上次分别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岁月不饶人哪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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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没变 风采还是依旧啊 我记得 记得上一次在美国见到你的时候 是你跟伯涛到机场来送我 是吧 之后 多少年了 算了 不提了 那今天来找我 不应该是单纯的叙旧吧 不愧为是智者远善呢 那你也应该猜得到 我今天是为什么而来啊 岂如啊 当然 怎么样 最近家里挺好的吧 啊 挺好的 最拉手的问题解决了 现在好多了 家里边气氛很祥和 咱们说要谢谢你呢 其实 能拿钱解决的问题 根本就不算是问题 我也就是举手之劳而已 哎呀 你可不知道 这有时候一分钱 能憋死英雄汉啊 你这次 真的是继续帮了我大忙了 我帮你 可不是为了让你感激我 我可不想让你觉得 好像欠我什么似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是那种有心机的人 要不 我和你也成为不了朋友 对吧 你真的这样想的 我一直都这样想啊 我一直都这样想啊 叫外卖的来了 进来 嗨 准备好了吗 我们可以走了 去干什么 我们不是约好去听相声吗 我来接你啊 你看我这记性 我都给忘了 你们有事是吧 那那那去吧 趕快去吧 现在路上 反正这公司的事 也整差不多了 剩下我来处理就好了 怎么办 要不然就真的迟到了 我 我东西 那 我们走了 走吧 快快 走吧 回家人再见 好 那那我们去 看相声去了 好 哥 哥 大胖 亚兰 哥 这一大早 你们怎么过来了 好消息第一个通知你 什么好消息啊 我们俩点证 真的 太神速了 看对眼睛结婚了呗 我可不喜欢不喝拉拉的 这像你的风格 就是 这年头干什么都讲孝势 认定了就赶紧接 再一块儿固容 打算怎么办呢 一切从简 旅行结婚 逃 旅行结婚 去动物园走一趟 就算旅行结婚的是吧 这跟裸婚差不多吧 你看这个嘴还是这么厉害 我跟你说 只要你俩一心一意 面包什么都会有的 放心 我就同意你们这样 不讲排场多好啊 不实惠啊 对不对 哥是明白的 这做人得时尚 咱不整那些虚的 哥 那天你早点过来啊 放心 那天我一准去 对了 你没什么准备 我临时的 来我一准备 不不不不 哥 我是给你送情节来 不是拿红色杂料来哄你来的 是我知道 是 咱都是兄弟 咱不整这些没用的啊 我给我们亲兄弟才要意思呢 你知道吗 哥哥 你就别给了 加了您结婚的时候 我们也不给 就是 我们也不给 不不不不不 你太可怕了 不过哥 你那什么 你你也得抓紧呢 就是 有相争的赶紧追啊 我们都等着吃喜糖呢 等吃我喜糖啊 那可等着吧 我现在连边儿都没有呢 他不会吧 那个丁心如 还没有把你拿下吗 别半路杀出个纯咬精 让小姨子抢了钱 你看看 你看看这 这这这这说什么呢 哥是那种人吗 什么小姨子大姐 Leg0Ю症 写点赞 helt不贅 能消失 出瀕 完人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